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奸妻暗室 骨髓无 指之行洁为良策 翻笑一轮视未徒 嫡女怀中诸为鬼 牛头山里路胸徒 李逵就得良人女 真是良山 大丈夫 话说当下李逵从客店里强将出来 手诺双腹 要问城边披门 被燕青抱住腰胯 直一跤 点个脚烧天 燕青拖奖起来 往小路边走 李逵指得随他 为何李逵怕燕青 原来燕青小思扑天下敌 因此宋公明 着令燕青相守李逵 李逵若不随他 燕青小思扑手到一跤 李逵多曾找他手脚 以此怕他 只得随顺 燕青和李逵不敢从大路上走 恐有军马追来 难以敌敌 只得大宽转奔 沉流线路来 李逵再穿上衣裏 把大服藏在衣巾底下 又因没了头巾 却把焦黄发分开 挽作两个压迹 行到天明 燕青身边有钱 村店中买些酒肉吃了 拽开脚步攒兴 此日天晓 东京城中 豪场热闹 高太尉引军出城 追赶不上自回 李逝逝 直推不支 杨太尉也自归来江西 朝点城中被伤人数 积有四五百人 推倒爹存者 不计其数 高太尉会同书密院同冠 都到太师府商议 起奏早早调兵脚步 且说李逵和燕青两个 再路行到一个去处 地名换作四流村 不觉天晚 两个便投一个大庄院来 敲开门 直进到草厅上 庄主迪太公出来迎接 看见李逵挽挽着两个压迹 却不见穿道袍 面貌生得又丑 正不知是什么人 太公随口问燕青道 这位是哪里来的师父 燕青笑道 这师父是个敲戚人 你们都不请得他 胡乱趁下晚饭吃 借宿一夜 明日早行 李逵挥只不作声 太公听着这话 倒地辩拜李逵 说道 师父 可救弟子则哥 你要我救您圣事啊 师对我说 我家一百余口 夫妻两个 嫡亲只有一个女儿 年二十余岁 半年之前 找了一个邪岁 只在房中查饭 并不出来讨吃 若还有人去叫他 专时乱打出来 家中人多被他打伤了 雷雷请将法官来 也捉他不得 太公 我是冀州罗真人的徒弟 会得腾云驾雾 尊能捉鬼 你若舍得东西 我与你今夜捉鬼 如今 先要一猪一羊 祭祀神将 猪羊我家尽有 久字不必得说 你捡得飙肥的宰了 烂煮将来 好酒更要几瓶 便可安排今夜三更 与你捉鬼 师父如要书符指扎 老汉家中也有 我的法只是一样 都没什么屌服 伸到房里并揪出鬼来 燕青忍一笑不住 老儿只道他是好话 安排了半夜 猪羊都煮得熟了 白在厅前 李递叫讨讨大碗 滚热酒 石瓶架做一群筛 明晃晃点着两支蜡热 燕燕烧着一炉好香 李递多条凳子坐在当中 并不念慎言语 腰间拔出大斧 砍开猪羊 大块架扯江下来吃 又叫燕青道 嗯 小颖哥 你也来吃些 燕青冷笑 哪里肯来吃 李递吃得饱了 饮过五六碗好酒 惊得太公呆了 李递便叫重庄客 嗯 你们都来散服 嘿嘿 年纸间散了残肉 李递道 快要动汤来 与我们洗手洗脚 吴医师洗了手脚 问太公讨茶吃了 又问燕青道 哎 你曾吃饭也不曾 吃得饱了 李递对太公道 嘿嘿 酒又醉 肉又饱 明日要走路上 老爷们去睡 却是苦也 这鬼几师捉得 有识为证 绿酒鸟珠 尽力床 肩负银女 正同皇 山翁谬任 为邪岁 断送绸谋 两命亡 李递道 嘿嘿 你真的要我捉鬼 嘿嘿 拙人引我去 你女儿房里去 员 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 砖石乱打出来 谁人敢去 李递拔两把板斧在手 叫人将火把圆圆罩着 李递大踏步直抢到房边 只见房内隐隐的有灯 李递拔眼看时 见一个后生 搂着一个妇人在那里说话 李递一脚踢开了房门 扶到处只见砍得火光爆散 霹雳交加 定睛打一看时 原来把灯盏砍翻了 那后生却打要走 被李递大喝一声 福起处早把后生砍翻 这婆娘便存入床底下躲了 李递把那汉子掀衣服砍下头来 踢在床上 把福敲在床边喝道 婆娘 你快出来 若不传出来时 喝床都堕得粉碎 婆娘连声叫道 你饶我性命 我出来 雀才传出头来 被李递揪住头发 直拖到死尸边 问道 我杀的这死是谁啊 是我前夫 汪小二 转头饭食 哪里得来 这是我把精英投灭于他 三二更 从墙上运将入来 这等阿大婆娘 要你何用 就到床边 一服砍下头来 把两个人头拴作一处 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身尸相并 李递道 吃得饱 正没消失处 就解下上半截衣裳 拿起双服 砍着两个死尸 一上一下 恰似发雷地乱垛了一阵 李递笑道 眼前这两个不得活了 插起大幅 提着人头 大叫出厅前来 两个鬼我都捉了 撇下人头 满庄里人都吃一惊 都来看时 认得这个是太公的女儿 那个人头 无人认得 树内一个庄客 向了一回 认出道 有些像东村头会粘券的王小二 这个庄客倒眼怪 太公道 师父 怎生得知 啊 你女儿躲在床底下 被我揪出来问师 说道 他是肩夫王小二 吃的饮食都是他运来 嗨 问了被戏 方才下手 师父 留得我女儿也罢 大吉老牛 女儿偷了汉子 物质要留他 你那的库使 倒要赖我不谢经 我明日去和你说过 燕青寻了个房 和李逵自去歇息 太公却引人点着灯烛 入房里去看时 召见两个眉头尸首 剁作十来段 丢在地下 太公太婆烦恼啼哭 便叫人扛出后面去烧话了 李逵睡到天明 跳江起来对太公道 昨夜与你捉了鬼 你如何不谢家 太公只得收拾九十相待 李逵燕青吃了便行 敌太公自理家事 除却奸淫 有失为证 恶性先疼 不自由 房中堕阙 两人头 赤翁油字 伤情窃 独立西风 枯未休 且说李逵和燕青离了四流村 依前上路 此时草窟地阔 木落山空 鱼路无话 两个因宽转凉山坡北 到寨上游七八十里 拔不到山 离京门镇不远 当日天晚 两个奔到一个大庄院敲门 燕青道 我们寻客店中歇去 这大户人家 却不强似客店多少 说游未聊 庄客出来回话道 我主太公正烦恼来 你两个别出去歇 李逵直走路去 燕青拖扯不住 直到草厅上 李逵口里叫道 啊 过往客人 借宿一宵 啊 达慎得要紧 便到太公烦恼 我正要和烦恼的说话 里面太公张实 看见李逵生得凶恶 安迪叫人出来接纳 请去厅外厕守 有间耳房叫他两个安歇 早些饭时 与他两个吃 着他里面去睡 多样时搬出饭来 两个吃了 就便歇息 李逵当夜没歇酒 在土炕子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只听得太公太婆 在里面耿耿夜夜地哭 李逵心骄 那双眼怎地得合 八道天明跳降起来 便向厅前问道 你家什么人哭着一夜 叫得老爷睡不着 太公听了 只得出来答道 我家有个女儿 年方一十八岁 吃人抢了去 以此烦恼 哼 打击老牛 男大虚婚 女大虚嫁 传要做什么 不是于他 强夺了去 又来作怪 夺你女儿的是谁 我与你说他姓名 惊得你屁滚尿流 他是梁山坡 偷领宋将 有一百单八个好汉 不算小君 我去问你 他是几个来 两日前 他和一个小后生 各骑着一匹马来 李奎便叫 颜小一哥 你来听着老二说的话 哥哥 原来口是心非 不是好人了也 大哥莫要造词 定没这事 他在东京 物资去李诗诗家去 到这里 怕不做出来 你装留饭 讨歇我们吃 我便是梁山坡 黑旋风李奎 这个便是浪子燕青 即使宋江夺了你的女儿 我去逃来还你 太公败谢了 李奎燕青 惊望梁山坡来 路上无话 直到忠义堂上 宋江见了李奎燕青回来 便问道 兄弟 你两个哪里来 错了许多路 如今方道 李奎拿了应答 睁元怪眼 拔出大福 先砍倒了姓黄旗 把替天行道四个字 扯作粉碎 众人都吃一惊 宋江喝道 黑丝又做什么 李奎拿了双福 抢上膛来 紧奔宋江 当有官圣临冲 秦明忽燕卓 董平五虎将 慌忙拦住 夺了大福 就下膛来 宋江大怒 喝道 这死又来作怪 你且说我的过失 李奎弃作异团 哪里说得出 有诗为证 依草凶徒 假姓名 花言闺女 强抬行 李奎不细 穷来历 浪说功名 有此情 且说燕青 想前道 哥哥听秉一路上背戏 他在东京城外 客店里跳将出来 拿着双福 要去批门 被我一交颠番 脱将起来 说与他 哥哥已自去了 独自一个封神吗 恰才信小弟说 不敢从大陆走 他又没了头巾 把头发挽作两个压迹 正来到四柳村 敌太公庄上 他去做法官捉鬼 正拿了他女儿 并肩肤两个 都剁作肉酱 后来却从大陆西边上山 他定要大宽转 将进京门镇 当日天晚了 便去刘太公庄上投诉 只听得太公两口一夜啼哭 他睡不着 巴得天明 起去问他 刘太公说道 两日前 梁山坡送江 和一个年纪小的后生 骑着两匹马 来装上来 老儿听得说是 替天行道的人 因此叫着十八岁的女儿 出来把酒 吃到半夜 两个把他女儿夺了去 李奎大哥听了这话 便倒是时 我再三解说道 俺哥哥不是这般的人 多有依草父母 假名脱姓的 在外的胡作 李大哥道 我见他在东京时 物资恋着唱的李诗诗不肯放 不是他是谁 因此来发作 宋江听吧 编道 这般趋势 怎地得知 如何不说 我闲场把你做好汉 你原来却是畜生 哼 你做的这等好事 你且听我说 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 两匹马落路时 需瞒不得众人 若还得一个妇人 必然只在寨里 你却去我房里搜看 哥哥 你说什么屌闲话 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 酷你的多 哪里不藏过了 我当初敬你 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 你原正是酒色之徒 哼 杀了颜泼西便是小样 去东京养礼师事便是大样 你不要来 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 倒有个商量 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 我早做早杀了你 晚做晚杀了你 你且不要闹嚷 那刘太公不死 庄客都在 俺们同去面对 若还对翻了 就那里梳着脖子 受你板斧 如若对不翻 你这思没上下 当得何罪 哼 我若还拿你不着 便梳这可同于你 最好 你众兄弟都是政见 便叫铁面孔木裴轩 写了赌赛军令状二指 两个各输了字 宋江的把与李逵收了 李逵的把与宋江收了 李逵又道 这后生不是别人 只是柴晋 柴晋道 我便同去 不怕你不来 若到那里对翻了之时 不怕你柴大官人 是比大官人 别吃我鸡腹 这个不妨 你先去那里等 我们前去时 又怕有敲击 正是 便换了燕青 哎 你两个一前先去 他若不来 便是心虚 回来 把休不得 有时为正 李逵闹长 没干休 要砍梁山 债主头 欲便是非 分彼此 刘家庄上 问来哟 燕青与李逵 再到刘太公庄上 太公接见 问道 好汉 所事如何 啊 如今 我那宋江 他自来叫你认他 哎 你和太婆 并庄客 都仔细认他 若还是实 只管是说 不要怕他 我自替你做主 只见庄客报道 有十数骑马 来到庄上了 可正是了 侧边囤住了人马 只叫宋江柴进入来 宋江柴进 竟到草厅上坐下 李逵提着板斧 立在侧边 只等老儿叫声事 李逵便要下手 那刘太公 进前来拜了宋江 李逵问老儿道 哎 这个 是夺你女儿的不是 那老儿 睁开汪雷眼 打拍老精神 定睛看了道 嗯 不是 宋江对李逵道 哼 你却如何 哼 你两个仙卓颜仇的 这老儿惧怕你 便不敢说事 你便叫满庄人都来认我 李逵随即 叫重庄客人等认识 起一声叫道 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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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太公 我便是梁山坡宋江 这位兄弟便是柴进 你的女儿 都是吃假名脱性的骗江去了 你若打听了出来 报上山寨 我与你做主 宋江对李逵道 这里不和你说话 你回来寨里 自有便离 宋江柴进 自语一行人马 先回大寨去了 燕清道 李大哥 怎的好 哎呀 只是我性锦上 做错了事 既然输了这颗头 我自一刀割脚下来 你把去 陷于哥哥边了 你没来由寻死做什么 我教你一个法则 换作 负荆请罪 咱的是负荆 自把衣服脱了 将麻绳绑负了 脊梁上背着一把金杖 拜扶在忠义堂前 告到 游哥哥打多少 他自然不忍下手 这个换作 负荆请罪 好却好 只是有些惶恐 不如割了头去干净 山寨里都是你弟兄 何人笑你 李逵没奈何 只得同燕青回债来 赴荆请罪 有事为证 三家对证已分明 方显公平正大情 此日赴荆甘请罪 可怜准 可怜准他 愧于生 却说宋江柴禁 先跪到忠义堂上 和众弟兄们 正说李逵一事 只见黑旋风 拖得赤条条的 背上 附着一把金杖 跪在堂前 低着头 口里不作一声 宋江笑道 你那黑丝 怎的赴荆 只这等饶了你不成 兄弟的不是了 哥哥捡大棍 打几时吧 我和你独砍头 你如何却来赴荆 哥哥既是不肯饶我 把刀来 搁这颗头去 也是了的 众人都替李逵陪话 宋江道 若要我饶他 只叫他捉得那两个假宋江 讨得刘太公女儿来还他 这等方才饶你 李逵听了 跳江起来说道 我去 往中捉鞭 手道拿来 他是两个好汉 又有两副鞍马 你只独自一个 如何近旁得他 再叫燕青和你同去 燕青道 哥哥差遣 小弟愿望 便去房中取了弩子 抄了奇美赶棒 随着李逵 再到刘太公庄上 燕青细问他来情 刘太公说道 日平西时来 三更里去了 不知所在 又不敢跟去 那围头的 生得还小 黑瘦面皮 第二个 夹壮身材 端须大眼 二人问了贝西 边教 太公放心 好歹要救女儿还你 我哥哥送功名的将领 勿要我俩的寻将来 不敢为物 边教煮下干肉 做起蒸饼 各把料袋装了 拴在身边 离了刘太公庄上 先去正北上寻 但见荒僻无人烟去处 走了一两日 绝不见些消耗 却去郑东市 又寻了两日 直到灵州高堂界内 又无消息 李逵心交面热 却回来往西边寻去 又寻了两日 绝无些动静 当晚两个 且向山边一个古庙中 共床上素歇 李逵哪里睡得着 爬起来坐地 只听到庙外 有人走得响 李逵跳江起来 开了庙门看时 只见一条汉子 踢了把坡刀 撞过庙后 土岗子上去 李逵在背后跟去 燕青听得 拿了弩弓 提了赶棒 随后赶来 交道 李大哥不要赶 我自有道理 事业月色朦胧 燕青递赶棒 与了李逵 远远望见那汉 低着头只顾走 燕青赶进 打上剑 弩闻放 叫声 如意子 不要误我 只一见 正中那汉的右腿 扑地倒了 李逵赶上 披衣领揪住 只拿到古庙中 何问道 你把刘太公的女儿 抢到哪里去了 呐喊告道 好啊 小人不知此事啊 不曾抢身 刘太公女儿 小人只是这里捡径 这些小买卖 哪里敢大弄 抢夺人家子女啊 李逵把那汉捆坐一块 提起福来喝道 你若不识说 看你做二十对 且放小人起来商议 言轻道 汉子 我且与你拔了这件 方将起来问道 刘太公女儿 端帝是什么人抢了去 只是你这里捡径的 你岂可不知些风声 啊 小人胡猜啊 为之真实 离此间西北上 约有十五里 有一座山 换作牛头山 山上就有一个道院 近来新辈两个强人 一个姓王明江 一个姓董明海 这两个都是陆林中草贼 先把道士斗同都杀了 随从只有五七个搬当 站住了道院 专一下来打结 但到处只称是宋江 多敢是这两个抢了去 有实为证 寻贼前居 五庙堂 风寒月冷 转七凉 野生偶祸 山陵客 说出强谱 是董王 言清道 这话有些来历 汉子 你休怕我 我便是梁山坡浪子燕青 他便是黑旋风李逵 我与你调理剑窗 你便引我两个到那里去 小人愿望 燕青去寻坡刀还了他 又与他扎缚了窗口 颤着月色微明 燕青李逵扶着他 走过十五里来路 到那山看时 苦不堪高 国似牛头之壮 形如卧牛之势 三个上着山来 天上未明 来到山头看时 团团一遭土墙 里面约有二十来间房子 李逵道 我与你先跳降入去 言清道 且等天明却理会 李逵哪里忍耐得 腾的跳降过去了 只听得里面有人喝声 门开处早有人出来 便挺破刀来奔李逵 燕青生怕撅散了事 拄着赶棒也跳过墙来 那中见的汉子一刀烟走了 燕青见着出来的好汉 争斗李逵 千身按刑 一棒 张中的好汉廉家鼓上 导入李逵怀里来 被李逵后心指一服 看翻在地 只见里面 绝不见一个人出来 燕青道 这次必有后路走了 我与你去截住后门 你去把这前门 不要胡拦入去 且说燕青来到后门墙外 浮在黑暗处 只见后门开处 早有一条汉子 拿了钥匙来开后面墙门 燕青转将过去 那汉见了 绕房炎便走出前门来 燕青大叫 前面接住 李逵抢将过来 直一服 劈胸膛砍倒 便把两颗头都割下来 拴作一处 李逵兴起 砍江路去 泥神野寺都推倒了 那几个半当 躲在灶前 被李逵赶去 一服一个都杀了 来到房中看时 果然见那个女儿 在床上呜呜地啼哭 看那女子 云并花颜 其实艳丽 有诗为证 公邪宅宅 剪春罗 乡亲苏兄 玉衣窝 立志南京 风雨昼 不胜忧恨 醋秋波 燕青问道 你莫不是刘太公女儿 奴家正是刘太公女儿 十数日之前 被这两个贼录在这里 每夜轮一个 将奴家剑宿 奴家昼夜泪雨成行 要寻死处 被他剑看得紧 今日 得将军大救 便是重生父母 在养爹娘 他有那两匹马在哪里放着 是在东边房内 燕青背上鞍子 迁出门外 便来收拾房中 积攒下的黄白之资 约有三五千两 燕青便叫那女子上了马 将金银包了 和人头抓了 拴在一匹马上 李逵付了个草靶 将窗下残灯 把草房四边点着烧起 他两个开了墙门 不送女子 锦子下山 直到刘太公庄上 爹娘见了女子 十分欢喜 烦恼都没了 进来拜谢两位头领 燕青道 你不要谢我两个 你来寨里 拜谢俺哥哥送公明 两个酒食都不肯吃 一家骑了一匹马 飞奔山上来 回到寨中 红日咸山之际 兜到三观之上 两个牵着马 拖着金银 提了人头 进到忠义堂上 拜见宋江 燕青将前世 一一说了一遍 宋江大喜 脚把人头埋了 金银收拾库中 马放去战马区内喂养 此日 设炎宴与燕青李逵作贺 刘太公也收拾金银上山 来到忠义堂上拜谢宋江 宋江哪里看收 与了酒饭 叫宋下山回庄去了 不在花下 梁山坡自此无话 不觉时光迅速 看看鹅黄灼柳 渐渐压绿升波 陶塞乱促红鹰 姓脸微开降蕊 山前花 山后树 聚各萌芽 周上平 水中炉 都回生意 古雨出情 可是丽人天气 浸烟才过 正是三月韶华 宋江正坐 只见官下 借一伙人道 欲先抱上山来 说道 拿得一伙牛子 有七八个车枪 又有几束哨棒 宋江看时 这伙人 都是标行大汉 跪在堂前告道 小人等几个 只从凤翔府来 今上太安州烧香 目今三月二十八日 天气圣地降弹之臣 我们都去台上石棒 一连三日 何止有千百队在那里 今年有个扑手好汉 是太原府人士 姓任名媛 身长一丈 字号 擎天柱 口出大言说道 相扑世间无对手 争交天下 我为魁啊 文台两年曾在庙上争交 不曾有对手 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 今年又贴招 但诺天下人相扑 小人等应这个人来 一者烧香 二奶未看人缘本事 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好棒 福王大王 慈悲则各 宋将听了 便叫小孝 快送这伙人下山去 分毫不得侵犯 今后 欲有往来烧香的人 休要惊吓他 任从过往 那伙人得了性命 败歇下山去了 只见燕青起身 禀赴宋江 说无数句 话不依稀 游分叫 轰动了泰安州 大闹了祥福县 正是冬月庙中 双五道 加宁殿上二龙针 毕竟燕青说出什么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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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资金 资金